大家好 今天的这篇演讲我想探讨的话题是精神疾病的社区治疗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做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同声传译的任务 这次这个工作他主要是接待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深圳等很多个中国各一线大城市的精神科医生 以及从事精神疾病的社区治疗方面的从业人员和专家学者组成的考察团 来考察加拿大在精神疾病的社区治疗方面的经验 什么叫社区治疗啊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犯病比较严重呢 那自然就会被收治入院 一般是在专门的精神病医院 接受治疗啊 打针吃药啊等等 病情稳定下来之后呢 不能永远在医院住下去啊 就得遇到一个出院的问题 可是出院了之后呢 他并不能停医 并不能停药啊 但是呢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的患者 他自己觉得自己精神状况稳定了 没有毛病了 他就不服药了 不按时的打针或者吃药呢 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医从性比较差 服药的医从性比较差 并且还有很多人呢 他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物质滥用的问题 说白了呢 可能就是吸毒之类的 因此呢 他们就不断的出院 又入院 又出院 又住院 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旋转门的这么一个问题 在全世界范围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啊 全球每四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需要接受某种精神治疗 这话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你可以左右环顾一下四周 看看你周围 如果前后左边三个人 感觉似乎都比较正常的话 那搞不好你自己 就是需要精神治疗的那个 当然这玩笑归玩笑啊 我们再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 这个社会组织所说的 每四个人就有一个 它其实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 这么一个问题 不是说你就是好的 我就是有病的 因为精神卫生方面的这个急患呢 它其实分轻度和重度 轻度的呢 叫精神障碍 或者就精神紊乱 重度的呢 当然就是精神疾病了 从临床上可以诊断的疾病 细分为非常多个门类 现在已知的就划分 划分成200多种疾病 而全球的大多数国家 都面临在精神卫生方面 人力和财力投入不足的一个问题 基于此呢 每年的10月10日 就被定为了世界精神卫生日 这个提议啊 从92年发起 并且经过世卫组织确定之后开始实行 世界精神卫生日 旨在提高公众对于精神卫生问题的认识 促进精神疾病更公开的讨论 和鼓励人们在预防和治疗精神疾病方面 进行更大力度的投资 今天呢 我就重点说说 这个精神疾病在中国的情况 各类的数据显示啊 我国的所有精神疾病患者 加起来总数差不多超过了1亿人 当然了 刚才我已经解释了 并不是所有都是重度的患者 可能其中大多数啊 是轻度的像什么抑郁症啊 自闭症啊 或者其他的各种心理行为障碍的患者 那么精神卫生的 给精神卫生方面的这个病人 进行社区化的治疗 也是现在世界上流行的一个趋势 但是呢 在中国啊 他也是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阻力 比如说统计显示 中国的精神分裂症 这一项疾病的患者当中 只有11%的患者就诊 主要的原因呢 有两个 一个是资源不足 更确切的说 就是精神科的医生 严重的短缺 另一个原因呢 就是意识不足 很多人包括患者的家属 和患者本人呢 都不知道 或者是不知道自己患病 或者是不愿意去就诊 那么现在普遍的状况 就是家属承担了大多数的 对于这样的重度病人的 照管的责任 也给这样的家庭带来了 精神负担和物质负担的 双重压力 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 这个 我们的目标是搭建一个 在社区层面形成 五位一体的照管体系 五个参与方都要动员起来 分别是医疗卫生部门 民政部门 残联 公安 以及呢 病人家属 去承担共同的这个照管责任 早在2004年的时候 财政部就将重性的精神疾病监管 治疗项目列入了 中央的一个对地方的一个卫生经费补助项目 说白了呢 就是从中央政府国库当中拿出一部分预算 专门划播给各个地方 根据各个地方的情况 来加大这个精神疾病的治疗方面 以及投资的力度 近年来啊 我国的精神卫生政策 以及对于严重的精神患者的社会保障方面 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相关的药物研发方面 也在不断的进步 比如说呢 将长效针剂引入社区 去促进这种更有规律的治疗 什么叫长效针剂 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 他需要定期的去用药 那么传统上口服的这种药呢 当你把患者从医院放回家了之后 对他的这个服药依从性的监督 就非常难以进行 很多患者这时候就停药了 但是呢 所谓长效针剂 说白了就是打针 一种注射 但是呢 他能够管用的时间相对比较长 据我了解 他差不多打一针 能够管一个月 甚至最长的是三个月左右 这样的话 就可以定期的让这个患者 回到医院 或者回到社区的诊所 去接受这个针剂的注射 这样呢 一方面去保证 他的服药 就是用药的这个医从性 会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呢 对于去监督和追踪 哪些患者用哪些药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管理方面的一个保证 据某跨国的大制药公司 中国分公司的业内人士说 精神卫生 既是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也是重大的民生问题 可是在全球呢 还有很多人认为啊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无法治愈的危险疾病 这也导致了这些患者承受了来自疾病的压力 和社会的这种有色眼镜啊 双重的压力 但是呢 这位制药公司的负责人就说 其实这些年来很多病人经过药物的治疗 它的症状是可以得到非常良好的控制的 从一定角度来讲呢 我们可以说精神分裂症啊 也是可以治好的一种疾病 另外啊 有一位这个大医院的副院长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这么说 他说 精神疾患 精神疾病的患者离开医院一年之后 这个复发率非常的高 其中呢 中断治疗往往是复发的首要因素 所以说精神分裂症的治疗 需要一个长期的治疗方案 去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 提供连续的全面的医疗服务 而这种服务提供的场所 不仅仅应该在医院 而且也应该包括在社区 治疗的方法呢 不仅包括药物治疗 还应该包括指导他们 恢复其社会功能和认知功能 最终实现让这些患者 更好的回归社会的目的 最后我再谈谈我个人的 参与这个精神病治疗的 讨论的一点感受啊 在我口译工作的最后一天 结束的时候呢 主持这个会议的一位 加拿大籍的精神科医生 也说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大家工作一周 非常的辛苦 来进行考察 来交流 希望我们现在辛苦的工作呢 日后能够为拯救 千千万万的生命 带来一线曙光 这个确实让我也感同 也感同身受啊 就是 结束了这一周的 非常辛苦的工作之后呢 我也收获了非常巨大的 职业上的自豪感和一种宽慰 因为我也近距离的了解了 许多精神分裂症的患者 以及他们的家属 这些患者和我们都生活在 同一片蓝天之下 但是呢 他们又却生活在一个 不同的世界当中 不仅自己饱受精神的折磨 而且也给自己身边的家人 带来了无限的苦楚 所以希望我们医疗界 医疗卫生界 以及医药界的工作者 他们现在做的这些工作 包括我们作为翻译 在这个过程当中 做这些工作呢 能够为这个精神卫生的事业 添砖加瓦 给患者带来福音和关爱 也算是给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 尽了自己的一份微博之力吧 今天我大概就先讲到这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